各位報告的Psychosocial有的一群的部分 所以你昨天也有跟我說要跟我借一些時間 所以我前面的部分會稍微給大家有一些概念 目前我們治療的一些食物 還有國外的一些臨床食物的部分 是朝向哪一些方向在做 那首先跟各位介紹的就是我們物質相關 如果已經達到一個疾病的話 我們會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然後一個是物質使用的疾病 一個是物質誘發的疾病 那物質使用的疾病在過去DSM法診斷組織裡面 是把它分成物質的依賴 還有物質的濫用 那一般會認為依賴是乘以比較嚴重的一個情況 不過在DSM法已經沒有這樣的一個分法 就直接是一個Suppance Use Disorder 只是把它分成Severity嚴重度的一個差別這樣子 那另外物質又發了疾病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安貝胎 有可能造成一些精神病 這次又是所謂物質又發了疾病 那另外像喝酒 有時候可能會造成一些情緒的問題 那有一些人可能 酒後的一個 從頭控制性比較不好 那有一些人 長期喝酒以後 會產生一些妄想 譬如太太會外遇 這樣一個情況 這個就是物質誘發的一個疾病 那另外還要考慮的是 就是Co-mobility的部分 也就是多重診斷 因為物質使用的個案 常常有一些合併其他的精神病的診斷 或者不一定是精神病 精神科的相關診斷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重視的一個部分 那首先就是跟大家報告的是 Suppance Use Induced Disorder 也就是物質誘發的一些相關疾病 我們要怎麼治療 通常就是症狀治療 譬如說他有精神病的症狀 我們就給一些抗精神病 要為情緒不太穩定 可能就是給一些情緒穩定劑 或者是抗憂鬱劑這樣的一個治療 主要是症狀治療 不過我們要去注意的是 這個症狀到底是物質誘發的一個症狀 還是說他可能是戒斷症 症狀還沒完全好 比較長期的戒斷症狀的一個問題 譬如說像喝酒的人戒酒以後 他戒斷症狀可能在一兩禮拜 慢慢就減輕了 可是他可能失眠的問題還會拖得很長 可能到三到六個月都還有失眠的問題 那可能就是戒斷症狀的一個延續 那另外我們還要考慮到 是不是有可能有一個Persistent Disorder 什麼叫做持續的一些疾病 譬如說像MV造成的精神病 他有可能長期沒有使用MV 還是持續的有一些幻覺或者妄想 這時候就要考慮是不是一個 持續性的一個精神病狀態 那這幾個部分都是物質使用的一個 疾病必須要去考慮的 那另外因為台股東西齒的部分 TOMOB的體育份 在美國的一個流行病學調查 在2004年進行的發現 他們物質使用的個案 有時高達三分之一 或同時有一些其他精神科的診斷 這些比較常見的包括 我們在推行TOMOB的 那另外有COMOB的體育就會造成 治療上的一個困難度 因為有更多的問題 我們就必須更多的介入 包含不同的藥物的介入 還有不同的Psychosocial的Inconvention 這都是我們必須要去注意的 那在證據等級上 比較有證據等級的部分 包含COMOB BIPORAT所謂的 可以用Anticonvasion 這個是比以言來的好的 特別是MVS 那COMOB BIPORATION的話 可以用Anticonvasion 比如COMOBIT Skylophania的話 可以用Anticonvasion 這個都是目前來說 證據等級 比較能找到 相關Refents的一些診斷還有治療 那接下來我會稍微分幾個部分來看 包含OPIOID Psychosocial immunity 我們國內比較常見的是I-Vetamin 那在美國比較常見的是Pokine 那另外還有Vetamin的部分 首先是OPIOID的部分 這是美國的資料 美國其實一直都在成長 也就是說它有接受OPIOID treatment program的 包含它的設施的設立 就是OPIOID treatment program的一個facility 都是逐年成長 除了20mm有稍微下降以外 那接受人數也是一直成長的 這跟台灣有點不太一樣 台灣這幾年是無下降的 另外這是OPIOID treatment program 裡面有提供OPIOID treatment program 還有NATRESSON的成效登記 也都是持續成長的 在這近幾年來 那以下那邊 是關於NATRESSON的部分 第二條線就是NATRESSON的部分 那接下來這跟各位報告的是 即使是沒有提供OPIOID treatment program的一些facility 那在這幾年也都持續的開始提供OPIOID treatment program 還有NATRESSON 我想它指的OPIOID treatment program 主要可能還是以MESATRESSON為主 那即使沒有提供MESATRESSON的 它也有提供OPIOID treatment program 還有NATRESSON 這個部分 國內有一部分的基層醫師也是有提供OPIOID treatment program 這跟國內有一點像 不太一樣的是人數成長的一個部分 國內比較沒有持續的成長 那這個圖也是在跟我們講同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是有沒有提供MESATRESSON的部分 它YPINOPIOID 或者長效蒸雞的NATRESSON 都是一直持續成長的 反觀國內 國內是使用MESATRESSON 還有YPINOPIOID treatment treatment 不過這幾年看起來 新使用的人數是開始減少了 也就是說大家好像 逐漸轉去用新興毒品 或Ketamin這些情況 年輕人比較會去用這些東西 那我們可以看到治療的人數是 在99年的時候有1萬1千多人 然後到去年只剩8千多人 在維持治療的系統裡面 那當然也有可能有一些部分是使用Bukinofin 那在基層診所裡面沒有登記到 那個替代治療系統裡面 不過我想這比例上應該不會太高了 那國內有一個不錯的一個特色就是 就是有很多綜合醫院都有做聯合科診的一個服務 那比較常見的就是精神科、腸胃內科 還有感染科的聯合科診 因為使用Heroine個案 常常因為靜脈注射的問題 合併了HPD、HCE、HIV的感染 所以做一個相關的聯合科診 讓個案對醫療的可盡性可以增高 那接下來跟大家報告的是 Psychosfuminum的部分 那在國外主要是Cocaine 然後在美國那個Cocaine 所以主要的研究個案大概都Cocaine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幾個用 同樣是用Psychosfuminum的做Maintenance治療 看起來好像讓他們可以持續不再使用 安菲他命或者甲基安菲他命 從妙醫檢驗裡面看起來好像沒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改善 可以看到這個阿椎小都跨過一 好像沒有一個跨過一的 那假設把它分成兩個不一樣的治療藥物 分別是Modefeminum 那還有Psychosfuminum這兩個 分開來看的話也是一樣 都沒有跨過一 所以看起來用這些相關的藥物去治療 Sliminate Dependence的部分 好像不是很有療效 那另外就他使用的頻率來說 其實一些比較少用的個案 看起來也是沒有很明顯的改善 那再去查一下 那一些比較有肯定的藥物包含有什麼 包含可能包含了Antidepression Dicepherin 這個是藉酒的藥物 藉酒藥物 這個目前看起來證據等級是比較好一些的 可以 那看起來可以讓它比較容易 可以充滿了肯定的藥物 減少肯定的藥物 那另外一些證據等級不是那麼高的 就包含Dopamine Algonis 一些Andyconvacin 還有Drenergic 可以充滿了肯定的藥物 那看看我們國內 安菲他命 甲金安菲他命的一個使用現況 目前是有衛福部的非鴨片 乘以物質治療 可以去cover這個部分 那不過在各地的執行狀況不太一樣 比較好的情況是今年量表有做一個統一 在加南梨主任的努力之下 就設計了一些量表 在評估前後可以去做一個 看看執行上有沒有一些相關的成果 那雖然各地執行的Program有些不太一樣 不過我想之後可能可以做一些比較 看是怎麼樣的執行方式是比較OK的 那可能會讓幫助比較大 那另外還有就是地檢還起訴的部分 地檢署對於這些測驗物質使用的個案 有時候會先讓個案進行還起訴的方式 不過這個各地的差異性就更大 因為牽涉到各地地檢署 他們的主人檢察官檢察長 有時候想法會不太一樣 那包含可用的經費啊 可以使用的一些資源都不太一樣 所以各地執行的狀況差很多 那這一部分可能還要再看看 之後可不可以一個統整的方式 因為台灣不是很大 那各地自己做自己的這樣好像也不太好 那我們今年有在試行做一個分流的方式 那我們會再看看執行的方式 還有執行的成果怎麼樣再跟各位報告 那另外 Psycho-Springment 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有一些新興的成果物質 NPS 那很多都是中速承認性分析 像卡系統類的還有一些雷菲 它們可以成果物質這些都是 目前沒有一些正居醫學裡面 可以有比較好的一個治療的一個成果 所以這是我們將來還必須努力的部分 那接下來跟大家報告的是Ketamine的部分 那Ketamine這個部分 我可以參考的可能是香港的一個做法 因為香港共語離得很近 那同樣的Ketamine在用的問題也很嚴重 那它們會有一個單一窗口的方式 從一個單一窗口 它也可以接受各地方來的一個轉介 那另外它們有建立一套標準的作業流程 它們會有一個以泌尿科為主的一個 center 去執行這樣的拖管 因為這些使用Ketamine的個案 看起來首先會接觸醫療的部分 通常都是先去看泌尿科 不太會來看精神科 即使會來看個案術可能不是太多 通常也都會有一些科目的一些Psychiatric Result 所以從泌尿科那邊開始進行 對待案來說可進行可能是最高的 它們會有一些基本的評估 還有一些standard questionnaire 包含一些concent 還有一些基礎的泌尿科的檢查 那之後有一個標準的治療 protocol 有需要的話也有聯合科診的部分 我想這是我們可以接近學習的部分 那最後這個標示 美國FDA有approved的 是VSNA 我們可以看到Hering、Arco還有Nicotine 都有一些FDA approved可以治療的藥物 不過Fucain這個Sacosprinamide 就都是V 還沒有被FDA approved FDA approved的是其他的治療 就是這些藥物可以用來治療其他疾病 那用來治療跟dependence 其實是off-label use 所以看起來還是有很多 可以再做努力的部分 所以假設要有一個持續性 還有整合性的醫療 最好是可以有一個端窗口的服務 然後這個從Heroin 還有國外的Ketamine的一個 一個過去的使用的方式 還有治療的方式 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鏡 那之後要一個完整的治療團隊 這不單純是精神科 也不單純是Ketamine只有密尿科 可能需要更多科的醫師參與 才可以組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治療團隊 做合適的評估還有適當的轉接 還有追蹤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